梅艳芳、刘德华、刘嘉玲都曾与她有纠葛,看她现在怎么样。 刘德华无论是演技还是唱歌,这么多年来从来都没有被大家质疑过。 但是成功的人也会有自己不愿意提的往事和一些人。 而这个人就是陈少霞,说起陈少霞这个名字,可能大家还是比较陌生的,陈小春版本的《鹿顶记》肯定大多数人都看过的吧,陈少霞就是这部剧中双儿的饰演者,《笑傲江湖》中的小师妹。 18岁的陈少霞曾经和梁朝伟一起出演演过《哥哥的情人》,之后被刘德华看中,于是就把他迁到了自己的公司。 在华仔的精心栽培下,陈少霞很快就红了。 但是大红大紫后的他并没有选择报恩,而是在走红后为了二万元的月薪背叛了华仔,出卖了华仔公司的机密。 但是令华仔最气愤的不是他的恩将仇报,而是他一次次的阻拦他和梅艳芳,之后在多次的采访中,又问起陈少霞,刘德华表示对这个人不愿意多提。 另外他和梁朝伟的关系还非常的亲近,虽然表面上是以兄妹相衬,但是大方得体的刘嘉玲却曾经被他气得差点自杀。 离开刘德华之后,虽然也红极一时,但是很快就没人气了。 2000年之时,陈少霞和澳洲籍华人富商结婚,和原来的经纪公司解约退出了娱乐圈,婚后他连生了两个女儿,但没过多久他的丈夫就生病猝死在家中,不知道算不算是报应。 虽然已是位人母,但是陈少霞并没有多安分,如今的他再一次嫁入豪门,他的丈夫比他大二十岁,是一位富商,名叫李文辉。 虽然也是经常高调秀恩爱,陈少霞也说自己就是喜欢老公这样有魅力的男人,但是还是有很多网友不看好这样的老夫少妻。